秀柔 秀柔 当大哥来给弟妹送东西 却不经意间看了个金光 本是不该产生的感情 却在前一幕话中 蠢蠢欲动 这是1986年国产的一部 非常大胆的影片 编剧是中国当代著名作家贾平娃 因题材敏感露骨 再加上年代久远 如今再不拿出来 恐怕这么好的电影就要销声匿迹了 秋荣是个刚离婚的小媳妇 里里外外全是她一个人 还带着吃奶的孩子 日子挺不容易的 二水是村里的光棍 没啥正式干 三天两头往秋荣这里跑 看她挣给孩子喂奶 假正经地凑上去 说是逗孩子玩 其实就想占便宜 这时候桂兰嫂来看秋荣 看她满眼含泪受委屈的样子 愤愤地出来将二水骂走 然后回来继续苦口婆心地劝秋荣 好好的一家人 一时掰成了两下子 她的火点不忘 你的炕也烧不热呀 秋荣板也不想离婚 可她的前夫干啥啥不成 还竟想瞎折腾 烧摇摇摊了 养育于死了 家底全部败光 活人差点饿死 谁会愿意跟这样的败家子生活 她说的这个人就是阿赫 如今仍然不死心 大冷天连夜磨豆腐 还要起个大枣去卖 一斤豆腐只能赚七八分钱 因为她太实诚 豆子都用最好的 所以并不是阿赫瞎折腾 而是不明白做生意的门道 她叫灰灰 是阿赫的大哥 桂兰是她的媳妇 所以弟弟两人离婚后 哥嫂也跟着发愁 都希望他们破尽重远 重归于好 这件事关键还是在阿赫 她只要不再瞎折腾 踏实的过日子 秋荣那边还是很好说的 可是不知道哪来的倔脾气 阿赫非要闯出名堂来 她也不忍心看到秋荣娘俩受罪 可就是不想任命 在这大山里窝囊一辈子 晚上桂兰让男人去帮阿赫磨豆子 一个人起早贪黑也挺不容易的 可大哥说今天下地太累了 你就辛苦下替我去吧 一边干活 桂兰嫂一边安慰小叔子 钱难挣 是难吃 亘古不变的道理 没人想受穷 也没人想待在大山里当农民 可想赚大钱也并非容易的事 说着她也抱怨起来 受苦受累那么多年 希望下辈子投个好胎 也当回城里人想想夫 干完活回来 桂兰叫醒男人 想深度交流交流 可男人没醒两秒钟 呼噜声又打得震天响 桂兰为何如此着急 因为两人结婚多年 还没能有个一儿伴侣 第二天阿和要过桥去别村买豆腐 和对岸迎命走来秋蓉养养 四目相对还挺尴尬的 秋蓉躲到一边 让复兴人先过 阿和本要掉头 看到秋蓉又抹眼泪 实在觉得愧疚 擦干石头 放上一大块豆腐 还将身上所有的钱都留下 虽然女人过桥的时候 瞥见了 可是没有收 然后快步地离开 阿和眼眶通红 望着远去的背影 心里更不是滋味了 这天跟大哥一起喝酒 两人尽兴地划拳 可一直都是阿和在书 他又想起最近几年的失败 真是不甘心 大哥劝他 别再执迷不悟 做农民就得有个做农民的样子 呵呵 你听歌一句 当农民就要像个农民的样子 只要你答应 往后不再折腾 我包你还是一家 滋滋润润的日子 秋蓉那边 我也敢保说得通 贵哥哥 嫂子 我打他出门来 他非但没想过要放弃 还要出大山进城 不过秋蓉那边 还得麻烦哥嫂多照顾 大哥忙说 别的不敢答应 但说弟妹需要帮助 绝对义不容辞 阿和走后 秋蓉的地里 都是大哥在帮着忙活 如果大哥不伸手 这娘俩来年 连个白馍馍都吃不上 秋蓉别提有多感激了 取下腊肉 赶出面条 还不忘打两鸡蛋 大哥吃得特别香 秋蓉看着也挺欢喜 再翻碗底 还有好几块大肉 顿时还有点不好意思了 休息的时候 大哥陪着小孩玩 爷俩开心得不得了 秋蓉更是打心底里高兴 回来的时候 灰灰把小侄子也带了回来 说是让桂兰也感受下 做母亲的快乐 晚上桂兰越看越喜欢 对男人说 要不找人抱个娃来 辉哥不同意 说娘娘会显灵的 两句话就把桂兰惹不高兴了 能不能生也不是女人说了算的 现在都什么年代了 还这么封建 不久后 阿赫回来了 还结识了一位老战友 他劝辉哥别再抱着那一母三分敌了 现在全国发展提速 经济一片大好 这里土地又肥沃 天然的好地方 重点山货运出去 准能卖个好价钱 辉哥一边陪笑 一边摇头说 哪有那么容易 人家又说 别不信哪 你们就应该出去见见市面 看看城里 看看大都市 回来的想法肯定就不一样了 辉哥当没听进去 招呼着赶紧吃 这次回来 阿赫给大哥带来两包香烟 给嫂子带回来个镜子 桂兰调侃道 跟你生活了大半辈子 也没见你送我个啥 辉哥只能憨笑地说 你也没问我要啊 桂兰又说 阿赫要养残 缺个帮手 想请大哥一起干 挣钱对半分 挥哥一听就不乐意了 他要是能赚钱就不会离婚了 桂兰知道自己的男人胆小 接着说 就是不容易才要干 如果人人都能成功 那谁还会待在山沟沟里 你看人阿赫 怕过什么 摔倒了 再爬起来 就是不服输 就这样说着说着 辉哥立马就发火了 阿赫 阿赫的 成天挂在嘴边 也不知道你是谁的老婆 放你的猪狗屁 后山上 阿赫在修整桑树 他找遍了全村的人 没人愿意搭火 那就只能自己干了 嫂子觉得他挺不容易的 就过来看看 还有帮自己的男人说好话 意思就是 并不是当大哥的不讲情面 使他鱼目脑袋 没有那经商的头脑 阿赫当然不会怪大哥 这是确实是有风险的 都理解 嫂子又说 没什么能帮助兄弟的 这是你大哥让我拿的八十块钱 你先拿着 等卖了残再还回来 阿赫推托不下 当然眼下也需要这笔钱 就收了 嫂子还拿了一块花布 让他送给弟妹 说等赚了钱再去陪个礼 就又成一家人了 这天 桂兰叫辉哥 一起要去镇上赶集 辉哥觉得不好意思 老夫老妻的 再去街上走 会让人笑话 桂兰听着气就不打一处来 愤愤地说 不去拉倒 我自己去 门前 阿赫也要去镇上 大哥忙叫住他 说你嫂子也去赶集 你给揍个伴 早上的山路花 赶集倒是没什么好说的 可这回来之后 两人都学会了刷牙 在辉哥眼里 这跟羊鬼子没区别 桂兰说 城里人都注重牙齿健康 咱条件不比人家 买个牙刷还是能买起的 你牙齿都掉了两颗了 也应该刷刷 辉哥没好气地说 我掉了香筋的 到时候就是金口玉盐 说出去的话 那都是有分量的 这段时间 辉哥一直都在帮秋龙干农活 秋龙每次 也都会做大哥爱吃的粗面条 外面 二水又来找秋龙 辉哥抄起木棍 就冲出去 二水一边跑一边叫唤 我来因为是个单身汉 追求寡妇 也是天经地义 你个大伯哥天天进屋 像什么话 其实他说的也挺在理 辉哥应该跟秋龙保持距离才是 二水回去的路上碰见阿和 阿和不跟他计较那些 就问他 敢不敢做出点成绩来 别总是让人瞧不起 二水也很无奈 就那三分地 中完就闲着 山里人还能干个啥 阿和爽快地说 想住人头地 就跟我来养残 赚钱咱俩一人一半 这么大的山头 我一人也干不来 二水听完别提有多高兴了 接下来 两个人搭起残棚 干得非常起劲 鬼兰又要去后山 给他们送吃的了 经过秋龙这里 顺便看看孩子 等嫂子走后 秋龙的表情有些不对劲 她可能也感觉得出来 大嫂对前夫真的太好了 残长大之后 最怕的就是鸟 所以这个阶段会比较麻烦 辉哥在大老远 就能听到媳妇驱赶麻雀的叫喊声 肯定会不高兴 生气时又跑去秋龙家干活 回来的时候都天黑了 贵兰质问男人去哪了 辉哥反问 你又干嘛去了 贵兰理直气壮地说 给阿和帮忙 都是自己家兄弟 大哥不帮 嫂子还不能帮了 辉哥背怼得连话都说不出来 相当的憋屈 其实两人都没错 只是贵兰认为的理所当然 但别人会说三道四 辉哥表面不在乎 却心眼小 觉得丢人 所以矛盾就这么慢慢地加剧 第二天 阿和的心血遭受了灭顶之灾 不好 玩水 麻雀赶走了 可哪来的乌鸦 成群地压下来 直扑桑树林 后山打枪的声音很响 秋龙知道出事了 想去帮忙 但以什么身份呢 下意识地跑去 又折了回来 桑树全部被毁 阿和也跟着消失了 再次见到阿和 是在镇上的菜馆里 他喝多了 大喊大叫 结果跟别人吵起来 人家都是光鲜亮丽的 就他穿得像个山里人 被赶出去后 阿和再也压抑不住 借着酒禁 将多年的怨恨 都发泄出来 他怨恨的是老天的不公 明明已经很努力了 还是走不出那大山去 阿和离开后 桂兰很担心 是死是活也不知道 辉格还不愿意去找 桂兰就准备自己去 别管什么流言蜚语 就是要去 辉格当然丢不起那脸 关着门不让他走 两人随后就推葬起来 就在这时候 阿和回来了 你要回来干什么 你怎么不死在外头 这次他又看到了希望 国家政策好了 农民也能贷款创业了 书本上说 五鼠很有经济价值 他的粪便就是中药五灵支 说着还拿出来给人家看 放款的女科员 哪见过这样的乡八老 手里还拿着屎 马上就给否决了 其实 贷款还有重要的一步 就是担保人 他能找的也就是大哥了 可那时候三百块 可不是小数目 而且阿和多次失败 这贷款如果还不上 就得找担保人 大哥不客气地说 到时候你一跑 就啥是没有了 人家就得找我还 我没那么多钱 那就得卖房子 大嫂实在听不下去 要饭的要到门上 也不能给这张嘴脸 不是担保吗 大嫂给你做 辉哥气地脱掉鞋子 就扔了出去 差点砸到贵兰 这一下好了 两人真就打了起来 好了好了好了 都怪我 你们的宝人我不要了 行了吧 你别闪开 我那家叫你脚步的狗狗 阿和一下子 还没反应过来 等听明白之后 来到旁屋砸起行李 直接搬到后山了 不过这事还没完 没过多久 大哥发现八十块钱没了 问贵兰怎么回事 贵兰说 为了给你找灰脸面借出去了 不用说 肯定是阿和 灰哥不敢打人 就将家里的物件 全部砸了个干净 这件事瞬间就在村里炸锅了 大家都说 灰灰那么老实 却让媳妇戴了绿帽子 一传十 十传百 越来越离谱 还有人说贵兰已经跟小叔子私奔了 风言风语传到秋容这里 让她也非常难堪 同时也打笑了心里对复婚的那点念头 阿和在后山养无蜀 不打算再回村 嫂子来看她 她却说 不跟大哥和好 就永远别来了 把贵兰气得甩脸而去 不久之后 贷款劈下来了 现科伟觉得她的主意不错 出面给做的担保 这一下就能盖上土窑 无数的成活率就更高了 贵兰虽然再也没去过 但也经常问二水养得怎么样 二水高兴地说 卖过好几次了 都是高价钱 两人闹闭扭之后 灰哥就总往秋容家里跑 不知道的 还以为这才是两口子呢 几个月后 阿和从县城回来 贵兰一直在等着她 却故意装作不经意间相遇 贵兰要求阿和带她逛逛县城 这一逛不要紧 贵兰跟看到花花世界一样 看到什么都稀奇得要命 差点把路人吓到 来到百货商店 五花八门的商品 更是让人眼花缭乱 看得出来 她真的太向往外面的世界了 晚上住旅社的时候 她又问旁边的城里姑娘 外面是不是也像县城那么好 小姑娘说 这算什么 去看看北京上海 那才是真正的大都市呢 贵兰听得神情恍惚 她真的太向往那种生活了 家里 灰哥哭着跟乡亲们诉哭 说自己没用 媳妇跟别人跑了 爱嚼舌根的那些老婆子 跟着天有家促 话说得非常难听 逛完了县城 阿和让嫂子赶紧回去 还送给大哥两袋烟烟 说回去服个软 还是得好好的过日子 经过劝导 贵兰终于原谅了辉哥 回去的时候主动说软话 并送上烟烟 都那么主动了 她也想找个台阶下 辉哥却突然发怒 认为他俩欺人太甚 跑了就跑了吧 这又回来恶心自己 说的那些话真的不堪入耳 贵兰这下彻底心寒了 其实我们旁观人看来 贵兰对阿和并不是爱情 更像是对待弟弟的那种亲情 她还是想跟辉哥好好生活的 怪就怪在她太不在乎世俗的眼光 还有对外面世界的向往 贵兰不再那么强硬 而是哭诉着这些年的不容易 因为如果还有爱的话 女人都会失点镜子 一旦失去了爱 就会从生气变为伤心 看来两人真的走到头了 转眼来到民政处 两人还是撕了结婚证 仔细看贵兰的样子 她很害怕 不敢看这张皱巴巴的纸 可是也没什么办法 再也回不去了 过桥的时候 河水涨了 贵兰走得太快 摔进河里 在旁屋伤心的时候 拿起那面镜子 随后将她摔个稀碎 辉哥和秋荣的来往更加频繁 两人已经没有任何阻碍 感情迅速升温 就在这时 也就可以捅破这层窗户纸了 从县城回来的阿和听说后 来找大哥理论 以言不合大打出手 这也就宣告 兄弟两人的感情也彻底破裂 以后真就成了两家人了 秋荣跟辉哥好了之后 桂兰跟阿和也走得越来越近 感情会在不经意间慢慢的累积 很长时间之后 阿和借着酒意想表达出内心的想法 可按照当时保守的思想 小叔子和嫂子 怎么可能有感情 阿和最终还是没能说出那句话 第二天 就再次离家而去 将无数的生意全部交给了二岁 阿和再次消失了 桂兰经不住村民的闲言罪语 最终也将离开这个山沟 不久后 辉哥跟秋荣正式成亲了 酒席办得非常红火 而桂兰在外面漂流几天之后 实在没地方去 又回到村里 只不过是在后山的无数瑶珠下 阿和在外面跟之前的战友搞运输 为了能多挣点 还要自己装车 就这么干了大半年 快过年的时候 回到鼠窑 却看到桂兰在这里 鼠窑已经成了她的家 看到桂兰过得如此艰苦 心疼得厉害 再也按耐不住 勇敢地说出那句话 桂兰听到后 真的又欢喜 又觉得委屈 这一刻 她真的等得太久了 过年了 阿和买来用电的磨面机 风风光光地抬进村里 附近好几个村子的人 都来围观 都说阿和出息了 以后都能跟着沾光 连那嚼舌根的老婆子 也笑脸相迎 因为以后就能免费打面了 总不能一边吃奶一边骂娘吧 因为村里即将通电 大家都很积极 虽然需要几十块钱 但再也不用点油灯了 辉哥看着神奇的阿和 嚷着也要通电 可秋容说 现在的粮食价格低 不适合 老辈人不是都点油灯 也过来的吗 可辉哥非常坚决地说 一定要了 电影到此结束 这是一部国产1986年拍摄的影片 叫野山 导演用济世的风格 讲述了八十年代 偏远山沟里哥哥嫂子弟弟弟媳的爱恨纠葛 从剧情上我们很容易就能看出来 哥哥和弟媳都是保守的性格 他们不喜欢折腾 就想踏踏实实地做个农民 这没什么错 弟弟弟媳不喜欢循规蹈矩 平淡无畏的生活 想发家致富 看看外面的世界 这也没什么错 所以矛盾不断激化最终完成破裂和重组 只可惜这个故事并不是个圆满的结局 秋荣能接受自己的平庸 谁家能通电他也不在乎 可辉哥并不是那样的人 他既想安于现状 又想跟别人攀比 这样的话我们就能猜到 以后秋荣的日子并不会好过 他应该是全篇最受伤 也是最可怜的那一个 不过按照他的性格和思想 可能在40年前 会让人感觉愚昧和无知 但在如今浮躁的社会 他应该才是更多男人的选择吧 你说呢